然後他現在呢 你說他也不算太低 也不算太高 剛好就維持在一個均值 但是剛好有一個題材 就是今年九月蘋果的iPhone16 首度開始支援Wi-Fi期了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講到Wi-Fi期 就是大家如果在家裡面 有在用Wi-Fi的話 會發現有一個好像2.4GHz 然後另外一個是5嘛對不對 會多了一個頻段 6這樣子多了一個頻段 這個部分叫做Wi-Fi期 那今年應該就是Wi-Fi期的元年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2455的全新 如果我們現在稍微來看一下 他的股價 其實這一段期間 我們認為表現得 也還算可圈可點 並沒有說在這個地方 量能或者是股價 出現了一個失控的狀況 最近投信在買他 為什麼呢 投信我們想了 應該就是這段期間 跟外資跟投信 基本上就是常常對坐 那也許投信在這個地方 我們說他可能會換了 一下下操作的策略 外資基本上 可能他們也要把資金 集中在一些更好的個股 那我想投信換了策略之後 開始做一個你丟我撿的遊戲 低位階 所以我認為這個投信 他本來就是一檔 這個投信會去琢磨的個股之一 那比起二四五五的全新 大家比較認為的 博通相關的概念股 可能是穩茂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說其實全新站在 穩茂的更上游 如果有累積晶片的這個 有廠的是二四五五的全新 所以穩茂 大家很熟悉 他是這個博通相關的供應鏈 但是穩茂的上游 二四五五的全新 大家就比較容易忘記 所以這兩檔 如果我們進行一個超級比一比 不好意思 這全無機會啦 因為如果按照過去兩年 他的估值的話 本一比的高值有到一百 但是如果二選一的話 目前為止 現在是全新 稍稍用於穩茂 所以穩茂這一段期間 來我們也稍微看一下 這兩檔個股 我認為 投信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小賣 全新就買的比較大力 原因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們看好 今年下半年 WiFi期的成長空間的話 這個部分 他們可能是想說 沒有精挑細選 因為台股不多了 就是這幾檔 穩茂全新 宏傑科 他們就想 那我們就去找 博通陣營的 就找到穩茂跟全新 所以投信 其實都有進場 做一個動作 但是我認為兩檔個股 其實以位階來看 或者是股性來看 現在比較安全的 應該是全新 那我問一個 比較直觀的問題 我們回去看 全新也好 穩茂也好 其實高檔拉回修正的 波段跌幅都還滿重的 為什麼這樣子修正下來 本益比還這麼高啊 其實他這樣子修正 已經有稍微修正本益比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剛剛如果那張表 原本2455的全新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 WiFi期的題材 就這個部分 其實本益比可以拉高到 50倍以上 現在已經進行了良性的修正 我們說還是要按照族群 針對一檔族群或一檔個股 去設定他們合理的本益比 現在我認為了 如果切入到WiFi期相關的領域的話 本益比47倍應該偏向於合理 並沒有說太貴 那當然有一檔了 今天我們在錯這份表的時候 哇 這個小可惜 紅海底下的子公司 這個部分 我們說他其實反而現在 是有一點點偏貴 但是我們說接下來 其實第一個 這個未來 我們講到矽光子共同封裝 或者是講到WiFi期 大概能夠高速成長的 就兩個國家嘛 一個中國 一個美國 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說這個 不管是孤董或者是劉董 我們都稍微讚揚一下紅海 其實他兩個地方都吃得開 他是算是蠻難能可貴的 所以今天我們不管說 如果WiFi期的世代 到底是中國能夠拔得頭籌 持續領先 還是說美國在這個地方可以反超 訊息應該是都不會缺席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以籌碼來看 他就是不同的面向 這段期間就沒有什麼 你丟我撿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說 不管是外資或者是投信 尤其是剛買超第一天 就是我們俗稱的 可能有一些貓膩 但是他其實也有點後知後覺了 但是不管如何 慢慢的至少 開始也正面的看待了 今天股價突破 這個在接下來續航 你怎麼看 要進入的話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我認為其實接下來 過幾個交易日 因為CPO族群 目前為止是市場的主流 有機會只要回到前波的高點 測一下也不用跌破 因為他的修正的幅度 並不會很深 因為CPO相關的族群 我們講說開始進入到3D封裝 後面CPO就是用3D封裝 就這個部分時間點也拉近了 所以相關的CPO族群 我認為目前為止 都還只是漲題材 沒有所謂的什麼利多出鏡 但是六四五的訊息 當然今天漲停板了 但是我們也不鼓勵去追架 稍微修正一下 測一下前波的高點 但是也不要測得太深 只要有守住 那這個點或者是CPO族群 後面其實是有機會的 這是訊息 這是訊息 最後一檔 立即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講到 比較上有的是全新穩貌 接下來是訊息 最後是射頻模組的部分 那我們說Wi-Fi 7的射頻模組 它也是博通相關的概念股 那這一段 我們說 其實如果我們去看一下射頻元件 它算是一家獨門獨四的公司 台廠沒有人跟它做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 我們講利基 現在我們說它是沒有本益筆的 因為還沒有獲利 只是一個題材 但是如果我們以籌碼面來看 來看一下利基 這段期間其實股價的表現 沒有營收 股價還可以漲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分 我認為其實它就是走在 剛剛我們整個訊息的後面 很簡單嘛 我們說前波的這個高點 目前為止 現在股價是要試圖去挑戰的 外資跟投信都是站在買方 反而是接下來幾個交日 我認為其實它也有機會攻過去 因為它是走一個題材面 但是攻過去 我認為先等它測一下 對 消化一下賣壓之後 攻過去 這個部分當然就交給主力來 攻過去之後再回測 就跟剛剛的訊息一樣 再採取進場的這個交易策略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不錯的選擇 好 來琢磨一下 所以這一張圖 WiFi 7未來的市場狀況 好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講說其實 應該是快的話 今年甚至我們說有可能稍微遞延一下到明年 才是所謂的WiFi 7的元年 所以它其實還是具有一些題材 還是具有一些想像空間 現在買股票當然都是要多一些一些想像 那這個部分我們甚至講 如果要以廣義的來講 甚至連網通族群 WiFi 7就跟博通講 到底是不是AI族群 勉強可以算是會是站在AI的最下游 就這個部分我們的資料用量大了 傳輸的速度在這個部分其實也要加快 那從2023年 因為我們說WiFi 7其實就是增加一個頻段 這個技術其實也不是說非常的困難 那在2023年的時候 因為是低基期 所以整個市場其實只有10億美元 為什麼現在我們說這些相關的族群 我們說它不貴 它不貴 原因是因為它目前為止 年複合成長率其實很高 到2030年將增長到242億美元 所以換算年複合成長率 其實是57.2% 這個其實在其他的市場上面 其他的這個族群來面 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它的後面 因為年複合成長率高 所以現在可以給予它的本益比 其實也相對的比較高 當然在兩塊 一塊就是在北美市場 另外一塊當然就是在中國市場 那剛剛我們提到這些個股 都有點兩邊通吃了 了解了 謝謝子東的說明 請回收了 所以第一個WiFi 7的元年 第二個來自於XPU的一個 優勢博通7月正式股價分拆 分拆之前會不會繼續漲 最近已經飆一段了 分拆之後還有沒有持續的動能 操作策略就給你做參考了 接下來談談鴻海 200塊錢新的紀元 怎麼說 等一下聽聽慶龍說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經典可美 第當中的生意 μα神 一圈 肉 混零